台湾IDF战机测评空射型雄三 撤出两具加力器弹体缩小减重 460辆M60A3换新有了新方案 最后一架F16VBROCK20战机已经完成飞行测试 那么空射型雄三的性能如何 什么时候可以批量生产 M60A3的新方案如何 12月2日 台湾政府高层人士透露 为了强化战机打击范围 IDF战机正进行挂载空射型雄三的各项测试评估 目前IDF战机可以在左右机翼下方 各挂载一枚万件弹 在机腹下方挂载一枚空射型雄三 考虑到战机的飞行速度 可以为雄三提供发射时的出速度 以及空射型雄三对战机的复合 研发人员撤出了雄三外侧的两具加力器 弹体也适度微缩减重 IDF战机的最大承载重量 含各式武器挂载大概为4吨 而雄三的总重量大约为1.5吨 撤出两具加力器之后 重量在1.3吨左右 很明显 无论是否撤出 都在IDF战机的承载范围内 但是研究人员还是对雄三的弹体进行缩小 弹体越小 挂载数量越多 不过想要按照IDF战机挂载万件弹 两侧机各挂载一枚 现阶段还有一定的困难 射程方面 标准型雄三的射程为150公里 空射型的射程较短 外界估计约为120公里左右 相比较世界主流的空射型反舰导弹而言 射程稍微有点短 不过问题不大 IDF战机的作战半径 加上雄三射程 已经可以满足台湾防卫作战的需求 至于作战测评 是否已经通过完成 何时进入批量生产作业 高层人士表示希望很快就有好消息 火力军估计等待的时间不会很长 这不是台湾第一次研究空射型反舰导弹了 中科院在发展雄风系列时 曾在陆射型舰载型雄二的基础上 研发空射型雄二 1996年那时候 中科院协调空军后 分别以AT3高较机 A3攻击机以及IDF战机 作为挂载雄二的空射测试平台 并对空射型雄二进行地对海的实弹射击验证 当时已经经过至少四次实弹射击评估 测试结果认为 A3与IDF战机都达到了配备及射击空射雄二的要求 中科院原本希望空军能够采购空射型雄二飞弹 让IDF战机也可以拥有较为远距的精准攻击海上目标的能力 但是却迟迟等不到空军的点头 最终台湾空军也并未采购空射雄雄二 只能宣布结案 20多年之后 中科院的雄风导弹系列性能不断提升 IDF战机也大幅强化机体结构 可挂载武器弹药的最大重量也提高很多 可以说IDF战机搭配空射雄雄三 在能力上没什么问题 只需要微调就可以了 这就有一个问题了 空射型雄三的性能如何 导弹的性能指标无非就那几个 飞行速度 战斗部 射程 首先就是速度的问题 基本性的雄三速度为2.5马赫 但是空射型雄三对弹体进行萎缩减重 并且撤出了两具加力气 速度大概率会有所降低 考虑到世界主流的空射型反舰导弹 基本都是亚音速飞行 雄三大概率也不例外 战斗部方面 空射型雄三大概率会比基本型雄三要小 估计会减少几十公斤的重量 不过这也够用了 雄三采用的是半穿甲战斗部 以及严实引信 战斗部的重量在200公斤到300公斤左右 在攻击敌方军舰时 采用先穿入军舰内部 然后爆炸的方式 按照台军的说法 雄三的摧毁力包括速度 未烧尽的燃料 以及战斗部三折组合 一枚就足以摧毁一艘航母 很明显里面有灌水的嫌疑 雄三的战斗部跟鱼叉差不多 而这种威力的弹头 很难对航母这种大型目标造成致命伤 目前世界主流的空射型反舰导弹 都很难击沉航母 导弹需要做的仅仅是重创航母 使其无法正常使用而已 美国为鱼叉设系的作战目标 就是利用导弹在敌方军舰上方爆炸时的碎片 破坏敌方的雷达系统 为后来的舰载机作战创造空间 还有GSM 也就是挪威NSM导弹的空射版本 其高爆战斗部也就120公斤 速度也是亚音速 只有0.95马赫 不过GSM之所以战斗部较小 主要还是F35的原因 F35的内置弹舱尺寸 已经决定了 其无法挂载更大型的反舰导弹 所以GSM的毁伤能力不如NSM 甚至比鱼叉都要弱 对大型水面舰艇的毁伤效果有限 不过GSM采用隐身设计 可以更精准的命中要害 如果想要挂载战斗部 450公斤的AGM-158C 就必须放弃战机的隐身性能 至于射程 雄三就稍微有点落后了 标准型雄三的射程为150公里 空射型的射程较短 外界估计约为120公里左右 而空射型鱼叉的最远射程 能达到310公里 GSM更是达到了555公里 不过对于台湾而言 问题不大 IDF战机加空射型雄三 可以满足台海防卫作战的需求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台湾的鱼叉 雄二 雄三等导弹 已经可以形成高空低空 快速慢速 全方位多层次的饱和攻击 空射型雄三属于是锦上添花 性能要求不会太高 本次测试之后 大概率很快就能批量生产 另一方面 460辆M60A3换新也有了新方案 火力军之前提到过M60A3的升级包 但是在发动机方面并没有详细说明 现在摊来了 台湾陆军现役的460辆M60A3 今年年底就将达到寿命全售期 先前传出的方案是重启生产线 台湾打算向原厂 也就是轮客公司订购400台同型发动机 规划在2023至2028年完成 并提升坦克射空系统的性能 M60A3原本用的是AVDS-17902C 只有750匹马力 已经无法满足坦克性能提升 所带来的装甲防护重量 于是美国轮客公司提出了 一个新选项 采用现役M88A2的AVDS-17908CR 其外形尺寸与M60A3原来的发动机相似 但马力达到了1005 直接多了300匹 可以满足M60A3提升装甲防护重量的需求 越野能力与行进间设计稳定度 也有所提升 说实话 这都不需要想 相比较原版 新的建议选项更符合台湾的需求 于是台湾在预算总额不变的前提下 增加了订购数量 直接大手一挥 460辆M60A3全部升级 至于火控 炮控及官苗系统 由中科院负责 问题依旧是不大 从最新的情况来看 中科院对M60A3的看法 属于是重点投资与新旧结合 说白了 就是把钱花在刀刃上 稍微改改就行 没必要大规模升级 台湾之前没有按照原先的计划 升级M60A3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花的钱太多 估计每辆超过1亿新台币 也就是300多万美元一辆 这些钱差不多能买一辆T90了 最好的办法还是考虑俄罗斯那边的做法 在研发T14的时候 有限度的生产自用的T90衍生型 重点改装大批T72B3 2017年底又决定翻修库存的T80BV 将其改成T80BVM以维持一线装甲兵规模 主打一个省钱 至于M60A3要不要换炮 台湾陆军一直不确定 但是火力军还是认为 M60A3不需要换炮 先不管能不能买到120毫米滑糖炮 光是换装费用估计就不是台湾能负担的 如果M60A3 CM11 CM12坦克 集体从105毫米换成120毫米炮 那替换下来的坦克炮和炮弹该如何处理 也是一个问题 而且坦克在现代战争中 更大的作用是作为机械化步兵的移动火力支点 已经不是反坦克的主要用途了 如果考虑支援步兵 105毫米的线糖炮精度更好 而且弹药体积小 反而有额外的优势 就算是不换装120毫米炮 也能对付那些轻型坦克与轮式火炮 至于主战坦克则交给M1A2T 如果想把钱花在刀刃上 无人机好像更合适一点 成本低 作战效果还很好 没必要在坦克这一棵树上吊死 值得一提的是 台湾空军的奉战计划也接近尾声 12月3日 台湾最后一架F-16VBROCK-20战机 完成飞行测试 台湾借由奉战计划 升级的140架F-16BROCK-20战机 终于有结果了 目前最后一架F-16V已经完成飞测 后续将继续由看向落马微调 F-16V升级案本月底前达标 至于设程130公里的AGM-154C 则已计划于2026年执行完毕 F-16的新式征兆夹舱 以及设程260公里的AGM-84H 则预计分别于2029年2030年完成 2011年美国通过军售方式协助台湾升级F-16 2012年空军启动奉战计划 升级后的F-16V搭载APG-83主动向位阵列雷达 联合头盔瞄准系统ALQ-213电站管理系统 自动防撞地系统 飞控计算机 以及强化机体与起落架结构 并涂上隐身涂料 可说是相当全面的升级 与F-16BROCK-20相比 F-16V的机身更改的幅度并不大 不过整体结构蒙皮都有所加强 主轮采用F-16D型战斗机同款 无论是使用寿命还是起降承重 都提升了不少 近期到结构也略有调整 可能是为了适应未来新型征兆夹舱 不过提升最多的还是软件 新型APG-83雷达 除了提升空对空作战能力之外 也可以与夹舱配合 强化地面目标测绘 之后可以利用精确制导炸弹 进行试剧内攻击 台湾获得远距弹药之后 也可以继续向美国争取精准炸弹 以及导引套件 比如GBU-39 可以与A-88等导弹交互使用 除此之外 台湾空军在12月月初 将驻防台东制航基地的 第七训练连队 改制为战术战斗机连队 预计将于2026年以前 迎接66架F16VBORK70战机 总的来说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台湾的战力将迎来一个提升高峰期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空射型雄三 什么时候能批量生产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可以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